各位晚安 很高興又到了我們 新聞朗讀轉換訓練的播報時間 我們今天所採用的素材 是ICRT的台灣News 我們來試試看 可不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播報 我們很快看到 新聞的標題 MOFA MOFA就是我們的外交部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每一個字的開頭的字母 拼在一起 這個叫投字語 Second 尋求 support 協助支持 尋求支持 什麼樣的支持 要支持什麼事情 ICAL ICAL也是投字語 我們可以從內文裡面發現 找到這樣的字的第一個字 所組合而成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看起來應該是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 可以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活動 那我們就用原來的練習方式 一個字一個字念 練完之後再整段念 我們來看 前兩行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ay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ays It's taking steps to seek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pcoming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s 好 我們現在一整段念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ays It's taking steps to seek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pcoming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s Tri-annual Assembly which will take place in Montreal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看第二段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It's hoping to receive support For participation animating From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And it's working to arrange talks With officials from the US Canada The UK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To seek their support 好 再看下一段 The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Send a lett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Last month requesting that Taiwan be allowed to attend September 24th -October 4th meeting 好 再看 好 再看 好 再看 The US and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in recent months called for Taiwan to be allow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Citing the need to include all countries in the assembly to ensure global flight safety 好 整段就念完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練習 同學第一要認知的觀念就是 文法觀念就是 句子的定義 它的指標 來自於動詞 有動詞才能形成句子 沒有動詞就不是句子 不構成句子的要件 你就不能把它當成一個句子 所以我們當判定一個句子 到底是不是句子 除了首先要看它句點 在不在之外 當然句子不見得一定是句點 有時候是 有時候疑問句會有問號 有時候感嘆句會有驚嘆號 我們一般的詞數句來講的話 它就是一個句點 那你看到句點你要看 一般來講 正常狀況之下 裡面有沒有動詞 如果沒有動詞 它就不會是一個句子 當然也就不能夠打句點 原則上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在做所有的文法練習的時候 就是要認識動詞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看 第一段裡面 有哪些動詞 把它標出來 你可以自己練習看看 says 這個is 是it is 兩個動詞 taken steps 這個taken 其實是 現在分詞是take 這個字來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當成動詞 當然你不把它當成動詞 就是它位置是在現在分詞 現在分詞片語 作為主詞古語的位置 你可以不用算它 但你要知道這是一個現在分詞片語 應該是動詞 原來的動詞 take steps 變來的 轉換而來的 不定詞後面的原型動詞 seek 也是一個 虛無動詞 也算動詞 好 後面有一個 關西詞句 關西詞句裡面 關西詞句的主詞 關西代名是which 它有接動詞 未來是主動詞 will 後面接了原型動詞 take place 這是一個 動詞片語 所以我們看了有好幾個動詞 那你就每一個動詞 都用字典音字典去查一遍 自己體會一下 比如說我們先看第一個says 好 我就跳到say的頁面 這是朗文的音音字典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就是當代 英文字典 朗文的當代 朗文英文字典 就是這樣 say 當然你第一個要看的 它是動詞 它告訴你是動詞 verb 後面這個瓜糊裡面講的是 過去分詞 past tense 過去式動詞 past tense 跟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 它的拼法是 said 過去式動詞 跟過去分詞 拼法是一樣 發音是said 那你看它的解釋 有很多 say不是就是你平常被 單字本裡面的說 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它的第一個解釋 你可以看橘色的框框裡面講的是 express something in words 用文字 或是用講述的話 來表達某一件事情 後面綠色的瓜糊告訴你 當它在不集物動詞的時候 只能用在否定句 它大部分是集物動詞 後面要接受詞 進一步的定義是 to express an idea 在第一個定義的時候 表達一個想法 feeling 一個感覺 thought 想法 等等 你是用文字 口述的也算 口語也算 文字也算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例句 I'm so tired she said 這個有 這個有 所謂的 引號 quotation marks 那它的售詞 其實就是引號裡面所講的 I'm so tired 是售詞 sad 過去是動詞 she是主詞 那我們回到 剛剛 我們要查的這個says 你可以發現它後面接的是 是句子 表示是一個名詞指句 這邊有that 審略掉 所以我們知道說應該是這個 你可以看到它主詞這邊 例句的主詞是 a spokesman 就是發言人 sad 然後後面接 that 這個that 可以審略 後面再接一個句子 the company 是主詞 had 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 主動詞 improve 過去完成式 已經 改進了 公司的安全標準 發言人做這樣的一個表示 那我們來順便觀摩一下 光say這個詞 有多少定義跟解釋呢 我們就一路往下調 好 光單次的部分 有八個解釋 不含裡面的小的解釋 八個 片語的部分 從8一直到 45 不止到50 下面這個框框叫collocation 就是我們講的搭配詞 say後面可以接什麼樣的一個售詞 可以say hello 可以say goodbye 可以say thank you 你字典裡面有告訴你怎麼用 你才能用 字典沒有告訴你怎麼用 你不能用 我們大概就講到這邊 所以為什麼查音音字典很重要 光一個say 就四五十個不同的用法跟解釋 你怎麼背呢 你如果用單字本去背 你要背到民國幾年 你能背得起來嗎 這就是我們建議同學 不要背單字的原因 也不要用中文去理解 因為單字本頂多把這五六十種用法裡面 當中的一兩種挑出來做介紹 用中文做介紹 不是我剛剛讓你看的那個英文的介紹 所以你英文永遠學不好的原因在於 五十個解釋你只吃到兩個 永遠就用那兩個 套招到底 錯誤率就非常高 而且永遠學不會英文 好我們今天就講解到這邊 實作的部分 請同學按照我剛剛的做法 自行做練習 如果有問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有機會 能夠當面告訴你怎麼來處理的話 我們當然很棒 我們可以利用很多的 示範很多的免費的講座 讓同學來參加 我們可以當面的來教導同學怎麼做處理 但是以後 視狀況而定來做這樣的一個 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感謝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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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